在我们的当中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 是熟天 一火恩高的聚会啊 能听到吗 都能听到吗 好 人听到好 让我们晚上的聚会就开始了 好 弟兄姐妹们 晚上好 那今天晚上啊 我们是 烈火恩高的聚会 跟我说 烈火恩高 烈火恩高 烈火恩高的聚会 彰显的是 神的话语 神的权力 神的能力 神的医治 神的荣耀 奉音苏的名 我们一起来 看一个地方的经文啊 首先我们要分享一点话语 然后呢 为弟兄姐妹们来 祷告和服事 那我仍然是要分享 我们这个 熟天一致的 训练 这个权柄的信息 那今天晚上 我要分享的是呢 谁 使用权柄 谁使用权柄 那我们首先一起来看 圣经 我们要看 先要看的是 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二节 十二节到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看啊 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又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 在光明中同德基业 所以你看了没有 在昨天晚上分享 还记得吗 建立宝座心态 我们已经与基督 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已经领受 红恩和所持之意 因耶稣基督 一人在生命中 坐王 坐王在哪里坐 我们是有宝座的 所以坐王是一个权力的彰性 建立在我们的宝座上 而宝座的根基就是红恩和所持之意 那么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拥有宝座和拥有权力 它都是属于我们的产业 这个基业啊 它就是产业 所以这里你看说 又感谢父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今天我们与父 这里的父就是天父啊 与我们的天父之间的关系 就是相信和感谢的关系 还没 天父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他是我们的帮助 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 他不是抵对我们的 不是找我们的问题的 一天到晚修理我们的 明白吗 所以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 是相信和感谢的关系 所以这里说 又感谢父 又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 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是光明之子 我们是行在光明中 那么光明 什么是光明呢 神的话人就是光 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神的国是光明的国度 所以当我们今天 我们行在神的国里 我们运用坐在他的宝座上 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 你有宝座 你就是在光明中得基业 你知道你有权柑 你知道你有权柑 你要把这个权柑用出来 你就是在光明中得基业 这个基业呀 它已经属于你 属于你 那么你再把它用出来 你就是行在光明中 看到没有 所以你知道你拥有宝座的话 建立宝座心态的人 他是在光明中 他能够用权力 他是行在光明中 相反 如果他没有宝座心态 那他的心都是负面的 虽然他临时光明的 但是他被蒙蔽了 他能没有错误的教导 暗昧不明的教导 偏激的 这些教导 使他被蒙蔽 使他不能够 释放出光明 释放出宝座心态 释放出权柄权力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们在光明中 同德基业 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 那么今天晚上 你要知道 你要使用权柄 当你使用权柄 你就是行在光明中 所以如果你不使用权柄 其实是被仇敌欺骗的 知道吗 被魔鬼用谎言欺骗蒙蔽的 魔鬼就害怕你 使用权柄 所以接下来进一步说 你看 为了让你更有信心 更有底气 因为总有人会说 我们还是罪人 老我没死透 是不是 可是你看下面接着说 他救了我们 脱离黑暗的权势 看到没有 所以最老旧人 都是属于哪里的 他都是属于黑暗的权势 那么我们已经被拯救脱离了 就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 看到没有 所以今天你必须要知道 我们属灵的领域 与黑暗的权势 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属灵的领域 我们真实的生命 我们是活在爱子的国里 那么这个爱子的果 其实它就是爱子的权力 爱子的权柄 所以这个果呀 弟兄姐妹 这个果 它跟权柄 跟在生命中作亡 特别是在生命中作亡 它是同一个字根 昨天晚上我们分享的 领受宏恩和所思之意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作亡吗 这个亡 作亡 和这个爱子的国 它是同一个字根 看到没有 都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权力 权力 王权 他在神的国里面 你看到没有 你作王在哪里作王 你是在神的国里面作王 你不是在俗世的国 不是在人的国 在神的国里面拥有王权 所以国跟王 它是不能分开的 有国就会有王 阿们 因为王是权力 国同样也是权力 所以国不但有权力 还是一个领域 阿们 一个统治的领域 所以看到任何的国 它都会有领域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的中国 中国的领域土地 有多少平方公里啊 有960万平方公里 所以这960万平方公里 就是中国的领域 是不是 那这个领域 它就有 它被称为中国的领域 那中国的领域 它神圣不可侵犯 那中国的领域 它有权力 是不是 有政权 所以这个权力 政权 对这个国领域 实行统治和管理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晚上 你要清楚地知道 我活在神的国里 我是与耶稣一同做王的 阿们 我是有神国的权力的 我在哪里做王 在神的国里面做 我坐在哪里 我坐在宝座上 我坐在宝座上 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坐在宝座上 做王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拥有国的概念 也拥有王的概念 这将会决定着你权力的章节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这些信息 都是有根有基的 都是有确据的 什么是我们的确据 神的怀 神的怀 所以神的道 新约的真理的启示 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地位 阿们 我们的地位是 与基督一同做宝座 也让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的将界和礼遇 我们是活在神的国里 阿们 所以我们已经 牵到 看到牵到了吗 牵到 就是户口牵走了 户口牵走了 打个比喻 我们的姐妹 你是 这个 舅江的 这一天她嫁了个丈夫 上次我遇到一个姐妹 就是这样 她丈夫是湖北来民的 是不是 最后来她怎么样 她就这个 嫁给她丈夫 后来她户口 就牵到湖北去了 看到没有 你嫁给谁 她户口就牵到那里去 所以我当时我就问她 我在她那边 我就问她 我说 那你老家的话 还会不会说啊 她在湖北那个地方 已经有三四十年了 她刚才她说 刚才十 还会说 过年呢 回家一趟 还会讲讲家乡话 土话 可是 后来时间长了 她一直都在那里 在湖北那个地方生活 所以一直说的都是什么话 最后慢慢的 都是写的湖北当地的方言 图话 所以她怎样 到最后说着说着 全是 一个新的地方 是不是 就是她的丈夫的家 她的所说的话 她户口也牵到那里去了 十分任意 也成了那个地方身份的人 然后 她的说的话 也开始都是那里的话 最后怎样 最后她自己老家的话 一点也不会说 所以她就跟我说 这后来回家去以后啊 老家的话就不会说 看到没有 亲爱的亲戚姐妹 这就是她嫁给了她的丈夫 她的户口就牵到那里去了 当她牵到那里去了 她在那个地方 她就成为那个地方的人 拥有那个地方的身份 是不是 拥有那个地方的权利 包括说话 她说话都改变了 都是那边的话 所以我当时 我心中就有一个感动 什么感动呢 我们今天神的儿女 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 你没信耶稣之前 你都活在最里面 黑暗的权势之下 是不是 所以那个生命是在黑暗的权势里 思想说话 都是黑暗的权势的思想和说话 那你信耶稣以后呢 嫁给耶稣了 嫁给耶稣了 这个户口就牵到那里去了 看到没有 救我们脱离了 她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牵到 她爱子的国里 所以 我们属灵的户口啊 牵到了 爱子的国里 阿们 那我们户口 属灵的户口 属灵的身份证 都牵到神的爱子国里了 你要想 在爱子的国里 过得胜的生活 你是不是要改变 你的思想是不是要改变 你的话是不是要改变 不要再想过去的事 不要再说黑暗权势下了 而且话了 阿们 要说爱子的国度里的话 说天国语言的话 要思想天上的事 神国的事 基督的事 想那里的事 说那里的话 你才能过上好生活 阿们吧 就像那个姐妹一样 是不是 她老家的话都忘了到最后 她嫁给她丈夫 她户口签了一个新的地方 所以她时间长了 她只会说新那个地方的语言 老地方的语言 她都忘了 完全融入到新的地方 思想完全改变 华人完全改变 她嫁给她丈夫 户口也签了去了 身份证也是一个新的地方 身份证 思想华人都改变了 只有这样她才能过好生活 阿们吧 如果她老还是想自己家里的事 是不是 以前老家的事 想老家的人 说老家的话 她在一个新的地方 她就很拉扯 她就很拉扯 那她很拉扯 很纠结 她就没办法 在这个新的地方 过好生活 所以我当时胜利到心中 就有这样的改变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已经迁到 神爱子的国里 看到没有 我们已经与众生 与众生族在光明中 同得积业 那么我们一切都改变 所以你看下面接着说 我们在爱子里 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是不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一件事 罪过 罪过 你看到罪过了吗 罪过它原文的意思 就是罪 罪过 它就是罪 也就是说 这个是过去的 知道吗 在黑暗权势之下 罪的生命 罪的思想 罪的语言 看到没有 弟兄姐妹 那么关于罪 圣经怎么说 接着 关于罪 它说 我们在爱子里 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跟我说 赦免 阿们 没有没有 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 今天你活在爱子的国里面 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 阿们 所以你要说的语言是什么 说的语言是赦免的话 你不要再说你有罪的话 你是罪人的话 那都是过去的话 以前老家的话 知道吗 都是黑暗权势下的话 所以你在新的 你的户口已经签到了 爱子国里了 身份已经是爱子国里的身份 生命已经是新生命新造人 那么你的话就要改变了 思想要改变了 话就要改变了 关于罪以神怎么说 赦免 最后都是赦免 所以你在新的语言里面 新的国家 新的语言 你是被赦免的 换言之 你是没有罪的 在神的国里面 没有罪 爱子的国里面 没有罪 只有这样 你是在光明 阿们 只有这样 你才在哪 你才能够行使权力 看到没有 你不要说我还有罪 你要知道 今天你已经不属于罪 不属于魔鬼 不属于黑暗权势 知道吗 你的灵已经重生 你的灵已经是新造的生命 那你要说 那我犯罪了怎么办 听着 就算是你犯罪了 也不是你的灵犯罪 是你的怎样 是你的魂 你的思想 接受罪的想法 这个罪 并不能进到你的灵里面去 明白了吧 所以你需要做的是什么 灵里面释放赦免 你需要说的语言是什么 说的语言是宣告赦免的吗 阿们 你需要做的是魂的更新 思想的更新 悔改 用神的道 真理 同管你的魂 而不是在那说 我有罪 我是罪的 你真实的我是什么 你真实的我是你 你真实的我是 新造人的神 你真实的我 活在爱子的国里面 哪里有这样 所以你不能把魔鬼加过来的罪 让他归属于你 自己的 明白了吗 你不能把他接受了以后 还把他归属于你自己 成为我是罪 我有罪 听不见没 你应该做的是 父耶稣的你 不接受这些罪 抵挡这些罪 宣告赦免 从你的灵里面发出 从神爱自的国里面发出 这样的话 你对他是实行统治和管理 明白了吗 你从你的灵里面发出 宣告赦免 这是一个权兵的彰显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 赦罪是个权兵 只有这样 你现在胜过来 如果你不用权兵 你不敌的 你不释放恩典赦兵 不释放权兵 你支持魔鬼加过来的罪 你都接受 他天天给你打电话 是不是 天天让你过不了好日子 你天天都接受 你接受的不说 你还把它归属于自己 让自己也成为一个罪人 我有罪 就像疾病一样 魔鬼把疾病加过来 你天天都接受 不但接受的还归属于自己 哦 我有病 我是病人 你还想得生吗 你还想过好日子吗 还能没有 所以如果你天天接受 天天把它归属于你自己 天天继续 虽然你已经重生了 已经活在爱子国里了 已经是新造人了 可是如果你的思想不更新 心意不更新 还天天接受它呢 把它归属于自己 你是不可能过好日子的 不可能蒙福得胜 不可能过熟灵的生活 这个熟灵的生活是什么 就是新生命新造人 神的熟灵生活 那你过的是什么 那你过的继续是被仇敌 疾病啊 罪业 完全是欺骗 蒙蔽 偷窃杀害毁坏的生活 看到没有 所以新音乐的启示 你看到显明出来的 让你清楚的知道 你是谁 你活在哪个领域里面 关于罪 神怎么说 是不是 关于罪是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阿们 你只有知道你的罪过得以赦免 只有知道你被救赎了 你才能够在神的国里面 爱子的国里面 用神国的身份 生命定义你自己 阿们 你才能够开始思想更新 才开始说神国的话 如此这样 你才能够与众圣徒 在光明中同德基因 行在光明中 坐在宝座上 运用权力 过蒙福得圣的生活 过神秘荣耀的生活 过统治管理的生活 赴耶稣的礼 阿们 所以亲爱的经文姐妹妹 这对神的儿女来说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个 理论的经文 约翰福音 一章十二节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看到没有 你接待他 就是你心里 接待他相信 阿们 你接待神 神接待你 这里说是 你接待神 是不是 你相信神 接待他 接待耶稣 相信耶稣 他就赐给你权柄 做神的儿女 那刚才 哥勒西书一章 十三节说 他救我们脱离 黑暗权势 把我们迁到 他爱子的国里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 他接待你 他把你 迁到爱子国里 阿们 所以我们 接待了耶稣 那么耶稣 住在我们心里面 是不是 神就给我们 全民 做神的儿女 同时我们的 身份户口 都迁到 爱子国里 你跟黑暗权势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今天 你只有一个国 就是神的国 阿们 你只有一个身份 就是神的儿女 你只有一个生命 就是新造人 你只有一个地位 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你只有一个权力 就是神给你的权力 阿们 所以基于基督的基督 基于今天我们的 我们没有神而为的相信 你要认识到 你活在神的国里 你与基督一同坐宝座 你拥有神给你的权力 在生命中坐宝 看到没有 所以这是对神儿女 全面的更新 你完全都改变了 这是属灵的更新 革新 完全改变 生命不一样 身份不一样 地位不一样 权力不一样 是不是 影韵不一样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接下来分享最后一期经文 我们就开始来祷告了 所以这里说 他就赐过我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所以你今天是有权柄的 你唯一的权柄 是从神儿 如果你是接待他的 你是神的儿女 你就有权柄 权柄就是权力 阿们 好 接下来我们看怎样的 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二节到十三节 或者到十四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 十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要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弟兄姐妹们 耶稣是谁呀 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耶稣做的什么事啊 是不是除灭魔鬼的作为 他能没有 耶稣带着天国的权柄能力 在地上行走 耶稣传福音 耶稣赶果音 耶稣一病 耶稣 接待人 耶稣赦免罪人 耶稣接待税吏 寄予罪人 耶稣赦免他们 接待他们 饶死他们 看到没有 耶稣训练门徒 耶稣 耶稣拆拜门徒 不但他自己做 传福音 赶果一病 他还训练门徒 拆盘门徒 授权给门徒 是不是 让门徒也能够 传福音 赶果一病 所以亲爱的听众姐妹妹 所以这里你就看到 耶稣说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要做 所以我们上面所分享的 这是耶稣所做的事 那么信他的人 也要做 你是信耶稣的人吗 看到没有 你得先搞清楚 耶稣他做了什么事 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人 那么耶稣所做的事 你是信的人 你也要做 看到没有 你不要说你做不了 你做不了只有两个原因 想不想知道 做不了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不信 那不信的人 他肯定做不了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 就是 他没有被这样的牧羊 没有被这样的训练和装备 虽然他信的 我也信耶稣的 什么事 我信了二十年 什么事 我信了三十年 可是他信的时间再长 他没有接受 耶稣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没有接受神儿女的 生命 权柄 能力 权备 真理的到的装备 他仍然也做不了 不但他做不了 甚至他自己都不能胜过 所以你看这种情况 在教会是非常不便 人们都说我信的 我信的 我信到多少年 是不是 可是你看耶稣所做的事 他根本就不做 不说不做 连知都不知道 可是你看到 在听我们讲到的 理由你们 我这几年感受特别深 哪怕是他是刚信的 这几年他只要在听我们的讲道 你会发生一件事啊 这些刚信的 才信个三年的呀 对不对 一年两年的 三年的呀 五年的呀 他比他信了几十年的 还明白真理 比他信了三十年五十年的 还有信心 还有力量 更有智慧 他还能够去赶鬼 医病 还能够去传福音 还能去按手祷告 还能去运用传名 为什么 因为他在听我们的讲道 的过程当 他得着胃养 得着他成长 得着他训练和装备 他自己有病的话 他一得势 然后怎样 他还能出去 被神使用 大有信心 大有权柄 去做耶稣所做的事 明白吗 这就是你看 听真理的道 他成长得多快 他就信几年时间 他就成长得很快 可是他不明白真理 哪怕是他信了三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也没有 他甚至到一个地步 不说耶稣所做的事 信我 信的人也要做了 他到一个地步自己能不能得救 还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亲爱的 弟兄姐妹们 所以这个事工 他会帮助大批的神儿女 脱离一切的 处理谎言的梦第 那么耶稣所做的事 信你 信 耶稣说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要做 我们首先必须要排除 我刚才说的第一种 不信 我相信你来到神秘前 肯定都是信的 那为什么 耶稣所做的事 做不了了 看到没有 那就是今儿的原因 没有被牧养了 没有被 不知道耶稣所做的啥事 是不是 也不知道 耶稣所做的事 我们信的人也要做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这样的被训练 我们灵修也好 读圣经也好 清道也好 你要这样的被训练 这样的被装备 看到没有 这才叫门徒训练 所以你看耶稣带门徒 都是这样带的 耶稣所做的事 他做了以后 他去训练门徒 交到门徒 把全民给门徒 让门徒们一起做 阿们吗 所以今天神的儿女 如果我们也这样的 往这样的方向被训练 那么 第二个原因 看到没有 就在教会当中 不存在了 那么每一个神的儿女 那么耶稣所做的事 你也能做 所以你看到 接下来说 并且要做 比这更大的事 你看耶稣的心胸 多么宽广 阿们吗 他说你不但能做 要做的比这更大 比耶稣还大 耶稣从来没有说 没有安全感 万一这个人做的太大了 人们都跟着他跑的 人们就信他去了 有没有啊 你看 你还不用汤做的 打扮 约翰雷克做的打扮 库里牧师做的打扮 做的都大呀 比耶稣多大好不好 遍顾全球啊 你要知道 耶稣当时所做的事 敢鬼异病 其实也是很大很大的 但我们必须要知道 有一件事 在耶稣的当时 传福音的时代 没有一个人重生 没有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没有一个人说方言 没有一个人得救 这个重生得救 被圣灵充满 都是在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之后 五星体的圣灵 浇灌下 听明白没有 在那之后 彼得他们起来传道 是不是 那么那些人听到福音以后 他就得救 他就重生了 他就被圣灵充满 他就说方言 是不是比耶稣做的更大 亲爱的留纪明 阿们 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件事 这就是耶稣贼 他说这个话的背景 他说的这个话的背景和原因 在第十字架之前 耶稣还没有定十字架 之前的时代 没有一个人是重生得救的 但在耶稣定十字架之后 人们听到福音 他都重生得救 圣灵 五星节圣灵浇灌下来 他就被圣灵充满 是不是 当他被训练被装备起来 他就能做耶稣所做的事 所以 成千上万的人 都被称为基督徒 知道啥叫基督徒吗 基督徒基督徒 过名思义 就是基督的门头 基督的学生 跟谁学的 跟基督学的 基督怎么穿福音 基督徒也怎么穿福音 基督怎么敢鬼 基督徒也怎么敢鬼 基督徒怎么一兵 基督徒怎么一兵 是不是 这叫耶稣所做的 是信的人而做 不但做 做得比耶稣更大 基督徒 还能做得比耶稣更大 不但能穿福音 能敢鬼 能一兵 人们信耶稣 还重生得救 人们信耶稣 还被圣灵充满 阿们吗 人们信耶稣 被训练装备起来 人人都能像耶稣基督一样 穿福音 一兵 敢鬼 得救 圣灵充满 建立教育 是不是比耶稣更大 做得更大 所以亲爱的听众姐妹 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 耶稣所做的 是信的人也做 在耶稣的时代 耶稣亲自做 不但他亲自做 他训练门徒妹做 当耶稣 为以前人类 定时十字架 埋葬 从司令复活以后 耶稣把这个权品 给了教会 给了信的人 阿们吗 耶稣是教会的元首 教会的头 今天基督的教会 是耶稣的身体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在地上 耶稣这个 基督的教会元首 是透过身体来做事 也就是说 故事耶稣亲自做 耶稣训练门徒做 耶稣从司令复活 升天以后 他透过教会做 透过信他来做 透过他的身体做 做什么事 做耶稣所做的事 阿们吗 所以今天 你就要清楚地知道了 今天你传福音 你赶鬼 你医病 你按手 你奉耶稣的名 用权力 都是耶稣 透过你在做 头 透过你这个身体 在做 表面上是你做 其实是耶稣 透过你在做 你越这样的相信 你才会越有信心 阿们吗 你越这样的相信 你才会越有 权柄能力的彰显 越有信心 越有胆量 你越有力气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耶稣说 我往富兰里去 是不是 耶稣到富兰里去 所以他就透过信的人做 今天 透过你做 透过我做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的事工 不但要让神儿女 灵命成长 思想更新 是不是 甚过问题 还要让你参与 基督的国度 使命 要每一个人都学会 运用耶稣给你的权柄 每一个人都学会 用权柄 彰显权柄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权柄是什么 权柄就是 耶稣基督的名 这里说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叫父因 儿子的荣耀 你们若父母的名 求什么 我必成就 这就是权柄的英雄 你不要听到 耶稣这里说个求字 你就天天在这求 很多人天天就求啊求 抓啊求你怜悯我 抓啊求你赦免我的地 抓啊求你意志我 抓啊求你可怜我 是不是 说耶稣 说耶稣叫我们求吗 所以人们都成了求徒 都在那哭求 哀求 都在那干什么 苦苦的求 可是你要看到这里 耶稣说是 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所以这个求 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 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名 和根基上 建立在这个全名的根基上 阿们 那么我们就要清楚的知道 这个求 它不是哭 哭求 不是哀求 不是在那哭哭的求 这个求 它是一个要求 看到没有 它的原文的意思 原文的意思是 要求 阿们 如果是要求的话 它就是有清楚的目标 它就是建立在信心 就建立在目标的根基上 阿们 他要知道奉耶稣的名 奉我的名文的求成 奉耶稣的名 一致 是不是啊 一致 他相信 他相信啊 他明确 耶稣一致我 而不是在这哭求 哀求 神啊 一致不一致我 神啊 什么时候一致 神啊 为什么不一致 看到没有 他这样的哭求 哀求 把全品 耶稣致命的全品 求没了 不是建立在全品的根基上 不是建立在信心 和目标的根基上 把全品的求没了 把这个信心求没了 把目标求没了 所以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着 呵呵呵 是不是 看到没有 所以人们都在这哭啊 等口啊 哀求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让我告诉你 这个求 它有个更深层次的含义 在希腊的原文 那就是在信心里面的要求 就是没有 也要给你做出来 首先你要知道是基于全品 基于这个信心和目标 那就是神都给你了 你都清楚知道 关于赦罪 关于医治 关于祝福 关于产品 恩高 神都给你 你用产品 用信心 把它释放出来 宣告出来 就成了 那你说那孩子读书咋办 找老婆咋办 搞工作咋办 很多的事还没有成的咋办 听着啊 所以这就是刚才所分享的第二次 更深层一个含义 是不是 那就是还没有的话怎么办 如果你是在全品当中 在信心当中 在清楚的目标当中 来找到来要求的话 就是没有神要给你造出来 阿们 比如说你的孩子长大了 他要结婚 是不是 他要结婚 你家还没房子怎么办 那你的孩子就说 爸爸要结婚了啊 我谈得像了啊 这明年或者是国庆节 我们就结婚了 这房子 要没钱了啊 或者是造一个 我想问问你 作为父母 是不是 要给他把房子弄起来 是不是给他 要么买个房 要么建个房 这不就是没有 也给他造出来吗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没有为了他造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是你的儿子 这就是在信心当中的 要求的更深层 所以你看到没有 在信心当中的要求 与那个不在信心当中的要求 完全两样 在信心当中的要求 是基于权柄 基于信心 基于目标 阿们吗 在这样一个权柄 信心目标的前提下 他是有平安的 他知道了 他爸爸一定给他预备 知道我们的天赋 爸爸一定给我们预备 阿们 可是那种不在信心当中的要求 他都不叫要求 他叫哭求 叫哀求 是不是 他再哭也没用 再哀求也没用 因为他自己都不信了 看到没有 他又不是基于权柄 基于信心 基于目标 他自己都不信 他前面哭了 哀求了 后面就会问 后面就会埋怨 你看 神啊 为啥会医治我 神啊 啥时候才医治 神啊 我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 神啊 这必须是你的管教不 神啊 是不是要把我 借回天家去了 神啊 我不想活了 神啊 把我借走 还能没有 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祷告 你还让神怎么给他成就 太多了 今天晚上 把这种想法 这种祷告 这种话语 都奉耶稣的名 扔到法基筒里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你是神的儿女 你是有权柄 知道吧 耶稣基督的名字 就是你的权柄 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无论你求什么 都不会给你成就了 那就是你要建立在权柄上 信心上 目标上 阿们啊 耶稣基督之理就是权柄 你要要一个什么 你敢去根据神的话 神的话就给你带着信心 是不是 你清楚地知道 你所要的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就是个目标 阿们 如果你建立在这三要素上 权柄 信心和目标上 没有什么不成功 听懂了没有 你不是建立在这三要素上 你再求 再服 再等候 都没有 所以 谁要使用权力 每一个信的人 如何使用权力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神已经应许了 你就奉耶稣的名 相信 释放 宣告出来 是不是 那如果还没有预备的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是不是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对吧 你跟神说 然后你相信他 奉耶稣的名 没有 也可以造出来 哈哈哈哈 亲爱的 各位姐妹 看到没有 这是你要行使权力 这是今天晚上的分享 接下来 每一个神的儿女必须要知道 当你这样行使权力 都必成就 当你这样行使权力 耶稣就得荣耀 父就得荣耀 阿们 当你这样行使权力 你彰显的就是权力 彰显的就是神的国 彰显的就是神的荣耀 在你的生命中统治 在你生活中管理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祷告了 好 也说的家人们 喊阿们 好 相信的家人们 喊阿们 听明白的家人们 相信的家人们 喊阿们 你现在找到 跟耶稣的视频 谢谢天父爸爸 哈利路亚 好 那接下来的环节 来 举起你的双手 今天晚上我要跟你说 你已经是 在爱子国里面 在光明中通的基业的人 你已经有权柄 那么耶稣所做的事 你也可以做 耶稣所做成的事 你要相信 承认 把他宣告 是有可能 因为耶稣给了你这权力 是不是 当然在你生活当中 比如说 你的孩子工作呀 学校呀 婚姻呀 各所卖事 那你就基于神的应许 基于你的信心和目标 你就向神祷告 宣告要求 不要再哭了 不要再苦苦的哀求 也不要在这 埋怨 为什么还不成 当你祷告好了以后 你就要相信和感恩 听明白了没有 不管是神所做成的 那你更要相信和感恩 对不对 神已经赦典你 神已经医治你 神已经祝贺你 神已经给你权柄 给你恩高 你要做的 相信和感恩 那么你这个 比如说你为你 其他的事情来祷告 不管是孩子的工作 孩子的学习 回你 各个方面的事 你祷告 那你祷告了以后 你就要相信和感恩 看到没有 也不要说 为什么还没成呢 什么啊 是不是时间没到啊 是不是我还有什么问题啊 这都是怀疑和不信 看到没有 你的怀疑和不信 把你前面的祷告推翻了 所以你出而反而 你三心而一 你啥也都不懂 所以我要跟你说 你祷告了以后 你就要相信和感恩 你不要说还没成 相信和感恩 是相信已经成了 你不要说物质界 还没发生呢 不 奉尼苏德林 神已经预备 灵界已经运行 已经发生 你只有这样相信 相信持续相信 才能在你物质界当中 装醒 完了吗 今天晚上把这个搞明白 接下来就是你使用 权柄的时候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为两个领域 一个是神已经成了的 我们使用权柄 一个是可能你的家中 还有一些没有成的 我们使用权柄 第一个领域 奉尼苏德林 神已经赦免 神已经医治 神已经祝福恩高 奉尼苏德林 就是你的双手 每个神儿女 就是你的双手 奉尼苏德林 现在 奉尼苏德林宣告 你已经被赦免 你已经被拯救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新造的人 你活在爱子的锅里 你与众圣徒在公民中 同德基业 奉尼苏德林 你是健康的 从头到脚都健康 奉尼苏德林得一致 从头到脚都医治 从里到外都医治 耶稣寿兵上你的一致 举起你的手 把一只手这样的举起来 另外一只手 按在你自己的身上 奉尼苏德林 奉尼苏德林 从头到脚都医治 从里到外都医治 奉尼苏德林 祝福 奉尼苏德林一致 每个生儿女的健康 耶稣寿兵上你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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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致就发生 现在能力就运行 奉尼苏基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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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高尽到每个身体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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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尽到每个身体里面 奉尼苏基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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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火燃烧 是你的能力充满 送耶稣基督的名 送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要的一致 从头到脚都一致 送耶稣基督的名 完全的一致 送耶稣基督的名 完全的一致 送耶稣基督的名 完全的一致 耶稣说明上尼多的一致 尼多的一致 你的身体是身体的身体 奉耶稣的名 一致属于你 奉耶稣的名 健康属于你 奉耶稣的名 现在就一致 现在就健康 奉耶稣的名 现在就一致 现在就健康 奉耶稣的名 从头到脚都一致 从你到外都得一致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耶稣受别上你的一致 奉耶稣的一致 一切疾病都弄你 不属于你 一切抽离的搅扰攻击 奉耶稣的名出现 奉耶稣的名出现 奉耶稣的名离开 不允许在圣灵的圣殿里面 不允许在圣儿女的身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完全能一致 从头到脚都一致 从里到外都一致 相信耶稣的话 奉耶稣的名 无论求什么 必成就 天父必成就 耶稣必成就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天父的名在一身上 得荣耀 耶稣的名在一身上 得荣耀 奉耶稣的名得一致 完全的健康 就是现在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天上动一个 阿们 阿们 全部都活动起来 奉耶稣的名 神是医治的神 他已经医治了你 检查你的身体 现在 圣灵的恩高运行 圣灵的力活燃烧 奉耶稣的名 充满你的身体 奉耶稣的名 积极你的身体 奉耶稣的名 医治你的身体 一切疾病都离开 一切疼痛都离开 现在都一致 每个身体都一致 每个身体都一致 每个身体被治愈 被治愈 被祝福 被医治 现在 活动 检查你的身体 全部都活动起来 都活动起来 检查你的身体 检查你的身体 因为发现你的身体好了 身体轻松了 身体得医治了 身体改变了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Amen 是不是 这个姐妹浑身痛 现在不痛了 检查你的身体 动起来 检查你的身体 检查你的身体 得医治的 做检验症 身体不痛的 做检验症 身体好了 身体健康的 做检验症 奉耶稣的名 活动你的身体 动起来 动起来 全部都动起来 Amen 你看 胳膊不痛的 奉耶稣的名 有人心脏都医治 胃好了 胃不痛的 头痛头晕都医治 现在 尾肺骨已经好了 这个姐妹 全身健康 全身都医治 感谢耶稣 检查你的身体 发现你身体 完全健康 完全轻松 完全得医治 奉耶稣的名 领寿领寿 现在正是活动身体 现在你就活动 你的身体 领寿 领寿医治 相信医治 现在恩高 就进到你身体里面 身体的火 正在燃烧 能力就进到你身体里面 奉耶稣的名 现在要健康 现在很多弟兄姐妹 你身体奇妙的改变 胃寒胃胀好了 全身疾病得医治 腹科得医治 颈椎肩膀好得医治 肩膀疼痛得医治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头不痛的 感谢神 腰不痛的 感谢耶稣 脚肿得医治 头脑清醒了 感谢耶稣 恩高正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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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要动起来 动起来 现在圣灵在运行 圣灵的火燃烧 圣灵的恩高正在运行 奉耶稣的名 肝膀躯得医治 腰痛得医治 膝盖疼痛得医治 眼睛得医治 奉耶稣的名 医治正在发生 医治正在发生 恩高正在运行 现在 圣灵的火充满你 燃烧你 在你的身上 强烈的运行 恩高能力 像电流一样 流进你的身体 你可以拍打你的身体 奉耶稣的名 拍打你的身体 有疼痛的地方 现在瞬间消失 奉耶稣的名 奄奄都医治 甘得医治 奉耶稣的名 阿们 现在就医治 医治就是现在 文理就是现在 你要使用权柄 刚才祷告都在用权柄 现在我在宣告都在用权柄 你要配合 要配合要领受 那么你现在也在使用权柄 奉耶稣的名 阿们 甘肝得医治 腰得医治 甘肝不痛的 心脏得医治 现在奉耶稣的名 特别是 心脏部位 心脏部位 比如说 内脏器官的疾病 现在超自然的医治 超自然的医治 甘的医治 肺的医治 胃的医治 肾脏的医治 心脏的医治 脾脏的医治 所有炎症消失 所有肿瘤消失 所有疾病的灵消失 所有疼痛的灵消失 祝耶稣的名 祝耶稣基督的名 祝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来 活动你的身体 你看 各种疾病得医治 现在正在发生 奉耶稣的名 真的是恩高在运行 圣灵的大能在运行 圣灵的火在燃烧 现在这个全民正在运行 恩高正在运行 要抓住机会 特别要得医治的 是不是 身体需要医治的 在这样的时候抓住机会 同步 我祷告你叫阿们 我宣告你叫阿们 叫你按手就按手 叫你举手就举手 叫你活动身体就活动身体 现在你就改变 现在就改变 包括后面听到我声音的弟兄姐妹 跟着相信 跟着灵兽 跟着做 现在就好 但这个姐妹的手痛完全好了 得医治 恩高正在运行 医治正在发生 奉尼苏的名 现在 看到没有 奉尼苏的名 现在 阿们 阿们 奉尼苏的名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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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高充满 能力充满 恩高充满 能力充满 奉尼苏的名 严和严正得医治 胃三 烧心痛得医治 周期关节得医治 你看 各种疾病得医治 奉尼苏的名 小脖子也不痛了 这个姐妹 奉尼苏的名 恩高正在运行 尼苏 尼苏啊 尼苏 恩高正在运行 圣灵的能力 正在运行 圣灵的恩高 正在运行 充满没个身体 洁净没个身体 所以我在这里祷告 在这里宣告 你就要领受 你要配合 你越领受 越配合 这个时候 你越是向圣灵敞开 知道吧 你不要想那么多 奉尼苏的名 高牧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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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姐妹的 烂眉眼 已经得医治 高牧尼 现在 现在 奉尼苏基督的名 奉尼苏基督的名 有人身上的恩高 像电流一样 像电流一样 在你身上燃烧 在你身上燃烧 在你头上燃烧 颈椎部位燃烧 腰上燃烧 心脏上燃烧 手上燃烧 都在冒火 都在冒火 能力向电流 恩高向电流 流济你的身体 阿们 赶紧的领受 同步同平 同行同行 现在得医治 现在正是恩高运行的时刻 正是医治的时刻 正是全民爆发的时刻 得医治的时刻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奉尼苏的名 你就完全的敞开 完全敞开 完全的敞开 完全的相信 完全的领受 现在 继续活动 检查你的身体 动起来 你会看到 你完全的好了 感谢主耶稣 完全的得医治 阿们 动起来 是不是 有人的心情很好了 现在 特别的开心喜乐 我看到有个姐妹 你已经是 特别的开心喜乐 你忧愁了好几天了 忧虑的不得了 很有压力 今天晚上你完全的释放 你完全好了 欢迎苏的名 所以要用这个权柄 知道吗 当我这样祷告 你就相信 你受 你就得着 以后 每一个人 听我讲到的 弟兄姐妹妹 每一个人 你都能这样祷告 不是光我 陈牧师能这样的 每一个人 每一个神的儿女 耶稣都给我们这样 权柄 好不好 耶稣所做的事 吸引人 都可以做 都要做 是不是 先从你自己身上做 然后你家人身上做 丈夫 妻子 公公婆婆 爸爸妈妈呀 亲戚朋友 谁又逼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按手 看到没有 你越做 你信心越成长 越增强 每天听真理的道 建立你的信心 持守在真理里面 我怎么祷告的 你怎么祷告 这么用 听道的时候 跟着宣告 跟着承认宣告 是不是 你就 这个神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他有能力 当你这样听 这样信 这样用的时候 神的话 如的生命能力 真实的发生 在你身上 阿们 好不好 检查你的身体 动起来 继续检查 很多的弟兄姐妹 你现在的奇妙的心情都好了 奇妙的是 你的身体都改变了 有人身体非常轻松 非常轻松啊 本来身体很疲惫啊 很累啊 就像有个绳子绑着一样 就像有个石头压着一样 但现在你身体浑身轻松 浑身舒服 浑身有劲 阿们 是不是 奉出耶稣的名 奉出耶稣的名 有一个姐妹 你的肚子痛已经好了 应该是这个 妇科上的疾病 影响了 影响了你 现在这个疼痛消失 这个疾病困扰你很长时间了啊 现在完全都一致 神知道你的需要 奉耶稣的名 今天晚上 当你听了真理的道 当你运用全品 相信神的话语 现在就发生 一致现在就发生 奉耶稣的名发生 阿们 是不是 医治正在发生 奉耶稣的名正在发生 因为发现你看到今天晚上很多的神迹啊 很多的医治在发生 奉耶稣的名正在医治 奉耶稣的名正在运行 有人的耳鸣已经好了啊 耳鸣 耳朵痛 现在已经得医治 口腔溃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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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说说话 喊一下子看看 本来你都喊不了的 今天晚上你就喊得了 你现在就喊得了 你这以后天天都喊得了 奉尼苏的名检查 检查你的喉咙 检查你的喉咙 奉尼苏的名 相信领受 相信领受 感冒都预知 你要相信和领受 奉尼苏的名 脚痛都预知 神经系统康复 看到没有 医治还在发生 阿们 医治还在发生 你看牙痛都医治 喉咙和耳鸣都医治 阿们吗 看到没有 医治正在发生 你就完全相信 完全敞开领受 你就得着 你不要怀疑 不要抵挡 你怀疑抵挡 你啥也得不着 我们在神面前 就是越单纯也好 所以耶稣说 让我们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 是不是 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 在那里进天国 就是让你单纯的相信 那今天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 已经进天国了 所以你更应该有一颗 小孩子的心 小孩子的心 单纯的心 越单纯 越相信话语 相信真理 越蒙福得神 活出天国 看牙痛得一致 奉仪苏的名 好 那么我们今晚的聚会 马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第二个方面 明天晚上继续 明天晚上为弟兄姐妹们祷告 为你第二个方面上 一些的需要来祷告 腰痛得一致 肠胃炎现在不痛的 是吧 好 奉仪苏的名 相信你受 现在就得到 好 我们今天晚上 就到这里了 神祝福弟兄姐妹们 奉仪苏的名 成怒 你看这个后肩骨 完全好啊